大卫把这些苦难当作神给他的试验 所以66篇的第10节大家来念心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 如熬练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做出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神的计划目的的是 要让你到丰富之地 可是在进入彼岸的丰富之地之前呢 神允许某人或是敌人来压我们的头 而且让我们经过水火 甚至进入网罗 背负重担 水火 重担跟网罗不是神的目的 但是 是神允许的过程 允许的过程 大卫呢 非常了解这些 所以在十篇的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一十九篇的第七十一节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信言 与我有益 胜过千万的金银 你的手制造我 建立我 所以神在建造 看守 神也允许 拆毁和破坏 第二 目的是 要让我们这一班神的选民呢 被神要塑造成为大乎人家的 金器 银器的这些选民呢 能够有好平信 有好见证 能够有圣洁的 这种荣耀神的 这种平信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所受的苦 不是为自己犯罪而受苦 犯罪受苦 是自作自受 自讨苦吃 是活该倒霉 犯罪受苦呢 只让我们更受羞辱 但是呢 如果是为真理 为神的主义而受苦的话呢 这些受苦一定会达到神的目标 会让我们流入 流入神的圣洁 并且留住我们生命 我们的心灵当中 那种堕落之前所拥有的神的形象和样式 就是我们要留住这样的圣洁 大卫的确确 他学到很多很多律例 他常常认罪回载 最后呢 神给他的最后一句评语是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可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呢 就不一样了 犹太人呢 他们的确确相信 也非常的 就是 自我肯定说 他们是神的选民 但是犹太人呢 他们也是一样 脖子非常的刚硬 背叛顶撞神 所以神三番两制 派先知警告他们 要认罪 要悔改 不然神要刑罚他们 神要 这个就是 要迫害他们 但是犹太人呢 没有想到 遇到各种迫害 迫害的时候呢 犹太人是三番两制 埋怨 埋怨 再埋怨 甚至 在旷野的过程当中呢 犹太人是十次的埋怨真 就是预表 是完全的埋怨 结果 神呢 如同金匠银匠 要把犹太人呢 能够练得纯净 练得圣洁 但是神对犹太人 怎么说 大家看一下 耶利米苏六章二十八节 神说 这些犹太人 怎么样呢 二十八节 大家念请 他们都是极悖逆的 往来财望人 他们是铜是铁 都行坏事 封香千火 千倍烧毁 他们炼而就炼 终是铜狼 因为恶劣的还会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杂 因为耶利米苏已经弃掉他们 你看看 神是用心良苦的 要把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能够炼成精心 结果这班人呢 忽视好歹 忘恩负义 然后呢 竟然让神练了又练 结果呢 刘存的